自从吃过花生酱拌面以后就爱上了 做法简单在家就能随时自己做来吃 花生酱凉面是一道美食 以面条、黄瓜、胡萝卜为原料以凉拌酱油 花生酱、芝麻油、香醋等为调料 该佳肴主要通过搅拌的方法制作而成 花生作为老百姓喜爱的传统食品之一 自古以来就有长生果的美誉 明验道常吃花生能养生 研究发现其具有一定的要用价值和保健功能 面条和花生酱 我用的是这种面条,取出适量的分量 煮开水加少许食用油和一茶匙盐 下面条煮软大约4-5公斤按面条进行调整 面条一干水分或凉水约15秒备用 淋上少许芝麻油防止粘粘 一汤匙蚝油 一茶匙酱油 一茶匙鸡粉 一茶匙鸡粉 少许芝麻油 1茶匙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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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茶匙鸡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取出适量花生酱 我的花生酱可剩无几了所以值 接在罐里调稀释 一汤匙花生酱 蒜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喜欢撒上少许辣椒面 不喜欢可以不放 随意撒上酱葱 美味可口的花生酱拌面就做好了 很香呢 有了这个食谱以后就不怕吃不完的花生酱 不懂要如何处置了 我用的花生酱是无盐无糖的那种 花生味道很香浓可口 这花生酱拌面食谱真的值得收藏 感觉就像在吃凉面很香会吃个不停 家里有青瓜丝和红萝卜丝的朋友 也可以加进去一起吃哦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还没关注我的 朋友要关注了不然真的怕你找不到我了 面条是碳水化合物的良好来源 碳水化合物是均好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也可以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具体取决于面条的类型 面条脂肪和热量低 而且不含任何胆固醇 花生是一种能量和营养丰富的食物 它们富含鲜维蛋白质和脂肪的饱腹感组合 可帮助您在餐后保持精力充沛 它们还提供大量的重要营养素 乳液酸和美 花生是纤维的良好来源 有助于减少全身炎症并帮助消化系统 研究表明对于老年人来说 吃花生酱可能有助于降低患某种类型的胃癌 称为胃非根门腺癌的风险 我的频道里还有更多面条的美味食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也要去看看了 明年轻易的钱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更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整的朋友记得更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整的朋友记得更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的youtube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就翻一翻看一看找灵感吧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您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不见不散了 点赞 点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